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宫廷密室 我是凯西 路易斯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小孙女 她从小没有在城堡里长大 但是却过着公主般的生活 父母希望她过得自由自在 就没有接受任何封号 没想到哈里梅根的出走 把这位才17岁的女孩推到了王室最前沿 取代梅根哈利出席王室活动 为女王奶奶分忧 00后小公主路易斯 没有公主头衔 却做着公主应该做的事情 毕竟哈里梅根脱离王室高级成员 让王室的不少公务没有人去旅行 只有英女王小儿子一家备受民众喜爱 一家四口出现在大众视野 还没有成年的英女王小孙女清新靓丽 17岁路易斯是女伯爵 她在唐哥 哈里 唐嫂梅根走后 频繁现身王室的活动 最新造型 穿着一身戎装 驾着马车 出席王室马赛 上身身穿 军绿色 内搭白色衬衫 叠穿两件单品 头戴礼帽 一身简简单单的穿搭 飒爽英姿 这辆马车 可是爷爷菲利普亲王 留给小孙女的礼物 在这个年代 会驾着马车的女孩子不多了 路易斯就是其中之一 她还拥有属于自己的马车 一手牵着马缰绳 一手挥动着手里的马鞭 驾着马车走在城堡里 这个小女生可不简单 女王奶奶有意培养小孙女 接受更多的封号 好为王室服务 取代哈里梅根 成为王室核心成员 英女王一共有三位孙女 小儿子的女儿说 她最小的孙女 还没有成年 就拥有不少特殊待遇 比如可以在城堡里 驾着马车自由行走 路易斯穿着干练的服装 为马赛增加看点 果然 当她赶着马车来时 女王奶奶开心极了 毕竟奶奶也是很喜欢马 日前 王室举行温纱马展 路易斯与爸爸妈妈一起参加 她还穿着爷爷生前穿过的制服 内搭一件绿色衬衫 戴着口罩 趴在栅栏上皮肤白皙 眉眼间像极了女王的小儿子 还隔代遗传 女王奶奶的高贵血统 一家三口都看马展 对面就是女王奶奶也在观看 小公主别看年龄小 对马可是行家 她边看 对与爸爸妈妈讲解 远远看去还真有女王气场 毕竟小时候经常与爷爷奶奶在一起 耳辱目染女王奶奶的风范 对于女王的职责也了如执掌 而且她还是孙辈中 第十三顺位继承人呦 日常私服穿搭挺挺欲立 路易斯是一位标志的姑娘 她穿着妈妈开的车被媒体拍到 一袭碎花裙 温柔又淑女 金色的绣发披肩 五官白皙 比妈妈苏妃王妃还好看 从小生活在有爱的家庭里 在长辈的呵护下健康成长 如今快成年了 她也在为接替王室公务做准备 将来好为威廉堂哥分忧 十年前她还是七岁的小女孩 穿着白色连衣裙 头戴花环 与堂哥哈利坐在一辆马车上 对镜头挥手甜美可爱 没想到十年后 这位坐着马车的女孩 已经学会驾驶马车 坐在身边的堂哥也不再是王子了 她将要接替堂哥的职务 为女王奶奶分担职责 接下来是 凯特王妃又当和氏佬 撮和威廉哈利 冰氏前嫌 39岁梅根计谋落空 自从梅根戴下二胎历历后 跟轴里凯特的关系缓和了不少 看来孩子真的是家庭的纽带 春天 哈利夫妇接受了一场采访 差点让整个王室形象崩溃 梅根在镜头前肆无忌惮爆料 让故事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凯特王妃这次又当和氏佬 撮和哈利和威廉冰氏前嫌 前王妃梅根的计谋落空了 王室宫斗和轴里矛盾加剧 凯特的表现可圈可电 被誉为最美和氏佬 哈利王子的态度还算端正 一直都在试图化解家庭矛盾 梅根则每次都能成功火上浇油 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哈利逐渐也开始受梅根的影响 缺乏正确的引路人 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 莉莉出生后的这段时间 凯特尽心尽力 当起了和氏佬的角色 一方面安抚梅根和哈利的情绪 另一方面是在牵线搭桥 期待双方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凯特前段时间 低调送上了笔记本等小礼物 以此为切入点 缓和两兄弟的关系 白宫的工作人员也证实 凯特希望大家对待哈利一家的态度温和一些 试着在双方之间建立一条坚固的通道 梅根本来就来者不善 三月份接受奥普拉采访后 观点更是被八卦小编添油加醋 夸张了许多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表示 自己结婚前为花童的事情感到不安 甚至还被凯特王妃逼哭了 婚礼是艰难的一周 梅根在坠坠不安的情绪下打婚 跟凯特的关系也不断恶化 事后梅根还写了一个字条 希望能够跟凯特缓和关系 没想到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凯特和梅根之间积怨已深 根本原因来自威廉和哈利 两兄弟关系破裂 根据知情人透露 近年来两兄弟很少说话 所有的笑脸都用在了台前 私下彻底处于冰封状态 兄弟嫌隙蔓延到周理关系中 凯特和梅根只是背锅罢了 即使关系再僵化 凯特王妃也选择站出来 充当合适佬的角色 希望可以化解兄弟之间的误解 近日 丹安娜王妃迎来60岁名诞 对于威廉和哈利是个复杂的日子 13位嘉宾齐聚一堂 亮相丹安娜雕塑揭幕仪式 这次公务也被外界寄予厚望 因为疫情因素的影响 整个仪式的嘉宾被控制在30人左右 凯特王妃再次显示出了合适佬的作用 为了避免让哈利难堪 主动放弃出席仪式 梅根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回到王室 凯特王妃也表示体谅和尊敬 通过缺席的方式维护哈利一家的尊严 这样的退让和隐忍的做法 很大程度能缓和两家的关系 凯特十大体的举动再次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凯特绝对是个好儿媳 即便缺席了揭幕仪式 依旧提议举行私人访问 到时候凯特会带着三个萌娃 祭拜故去的戴安娜王妃 暖心的举动让人感动不已 英国凯特王妃不断抛出橄榄枝 梅根的做法却让人心寒不已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最在意的是名望和地位 但偏偏要套上爱情的外衣 现在控制哈里的计谋即将落空 哈里王子连续两次回到王室 每次梅根都没有同行 跟家人的关系也有了短暂的和谐时刻 现在凯特王妃亲自下场 帮助王室缓和两兄弟的矛盾 并且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 戴安娜雕像揭幕仪式上 哈里和威廉笑容满面 携手并进的样子让人直呼完美 胸有地公的画面实在太美好 这也是戴安娜最愿意看到的画面 凯特无疑成了王室最大的功臣 凯特一直将戴安娜视为偶像 穿衣打扮 言谈举止 处处致敬 现在却为了哈里放弃出席仪式 倘若凯特陪伴威廉亮相 到时候梅根免不了成为众矢之地 只能说这个黄嫂太暖心了 剑桥公爵夫人一直扮演和平使者的作用 梅根对哈里的控制力也逐步下降 这出轴里大战 胜负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